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所有来的都是国家安全的决策者 那个局长请教您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刚刚率委员有提到就是前总统啊 他说他一直提到把世卫长做小了 本席觉得前总统不仅把世卫长做小了 他还把中华民国做小了 最近他居然向美国提出陈勤 他说在我们中华民国10月10号国庆的时候 他送给了中华民国一个大礼 说中华民国不存在了 现在是流亡政府 过去八年他担任中华民国总统 其实只不过是美国军政府的代理人 他完全听命美国AIT的指令 他说目前在台湾内内还有美国军政府 请教局长 是不是把我们中华民国做小了 没关系局长您都说吧 不包委员这个我想这个陈勇倫讲话 社会自由定论 由我们这个政务官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评断 我想这个 我先请教局长 是 依您了解 中华民国境内有没有美国军政府存在 应该没有 您有没有收到美国AIT的指令 没有 都没有 是 好 我请教调查局 吴局长 吴局长 请教你 请上台 吴局长 来 吴局长 吴局长 请 请问一下 在我国境内 有没有美国军政府 没有 你确定没有 那前总统所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 他这个 怎么会这样讲 我不晓得 您不晓得他怎么会这么样讲 过去八年 他提到了过去八年 他说 他说 就是因为他担任总统 他才知道原来 有军政府存在 他也接受军政府的命令 而且 他把自己的总统身份做小了 变成美国军政府的代理人 这里有没有违法的问题 吴局长 吴局长 法务部调查局 通谋外国 或其派遣之人 意图使中华民国 属于该国或他国者 属外患罪 要不要再念一次 符不符合刚刚的情况 陈前总统所讲的 偷谋外国或其所派使的人员 意图使中华民国 属于该国或他国 按照这个条文 104条 刑法104条 属不属于 吴局长 您傻眼了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还是调查局 碰到这个问题 只有哑口无言 这个104条 这个外患罪 法律构成要件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 还要再研究一下 要不要表达一场 我请蔡局长 蔡局长 这个事情 本席不赞同再研究 应该要主动了解 否则的话 后面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后面就继续 会有阿扁就再继续爆料 继续爆料更多 我们都不知道的国家机密 继续爆料出来 应该要表达一下立场 因为如果不表达的话 接下来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他又爆料了 他说 其实我们的万军计划 万军计划 总统发生紧急危难的时候的安全撤离路线 他都爆料出来了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属于国家机密 是 是属于国家机密 行政院 吴院长 在院会的时候 他也认为 这是属于国家机密 那么万军计划被爆料出来的话 那请教一下 局长 该做如何处理 这个计划在前一段 我们以前的特型副指挥官的时候 执行长的时候 他也谈过 那这个已经爆料的东西 现在在爆料算不算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社 就是说 是不是违法 我想我们还是要交给这个法律 来研究 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这样来确定 他到底算 这样算不算 在这个 都属于国家安全掌管的 事实上国家安全局应该表达立场 然后呢 把相关的情况 尤其 一定要跟法务部最高检 那边去协调 那么在这里 本系还是要请调查局 吴局长 吴局长 调查局前身是总统啊 调查局要主动的 您也要联系一下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 要调查清楚 然后也跟部长报告 也跟最高检 特征组报告 到底有没有 需不需要采取 同时也要表达一下立场 现在国内很多人 看到这个事情 傻眼不知道是真是假 然后也没有看到相关的单位 出来说明 对不起 他爆料的不是事实 根本没有军政府 中华民国 一向都是主权独立 完全没有这件事情 不能说相关机关没有人出来讲话 静诺寒蝉 没有任何的声音 没有任何单位进行调查跟了解 一定要做处理 否则很多民众 社会大众会认为说 好不到真有这回事 还是又如何 后面再继续报料 怎么办 好 吴局长您请回 那么在这里 我特别跟蔡局长 总统的安全是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刚刚前面 我们周委员请教你 博爱特区扩大的问题 那么博爱特区 照您刚刚的说法是没有扩大 是不是 所以这个报道出来 纯属是媒体的报道 所以相关单位都没有 国安局 我们现在国安局送出去的报告里面 从来没有谈到这个区块的问题 那么未来 从总统府到总统的预所的问题 那么国安局有没有考虑到 如果说现在一品硬盖好了 虽然你说 他面对官邸这一面 窗户全部密闭式的 其实我们很难保 这个窗户随时可以拆卸 随时可以做处理 怎么办 总统的安全 跟总统的隐私 仍然有他的顾虑 是不是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未来怎么办 怎么处理 在上一次 我们这个委员会 国防部长 讲了两个地点 我想这两个地点 对您来说 我知道您在笑了 台大医院地下室跟故宫 我想您在笑 我相信国安局绝对不会做这样子的判断 那么怎么办 国安局对这个问题 有没有做一个复案跟处理 报告委员 这个总统府跟总统一手的迁移 它是惊为万端的事 自然只是他考虑的要素之一 并不是完全唯一的要素 那在目前来讲 我想在前面还没有完全共事之前 你现在要迁移 而且事实上 以我们所了解的 现在台北要在台北近郊 找一个符合这样子环境的一个地区 好像似乎并不是很多 是迁移到目前为止 暂时还没有这样子的规划 本席了解 但是对于总统跟御所的安全的维护 安全局要赶快协调 做更严密的处理 另外谈到监听的问题 这个监听的报告 本席很肯定 今天国安局公开做一个这样子的报告 但是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的是 在政党 就是在去年马总统就职前后 就是政党轮替前后 我们关于监听 前后犯罪的监听 减少了65% 情报监听减少了56% 为什么一个政党轮替 马总统就职前后 这个监听的比例跟数量差距这么大 原因在哪里 是不是前任有在做违法监听 还是马总统就职之后 整个治安 安全情况好转 所以我们有一半以上都不需要做监听了 好 林副局长 请您回答 报告 因为在15个月 前15个月 后15个月 因为前15个月 已经涵盖了 在修法 由法官 同意权改由法官同意之权的数据 也一部分算在里面 所以说这庞大数字会有那么大的数字 其实关键就是在立法院的修法 通讯减少法在立法院修法之后 必须要由法官核发 那么情报要由国安局局长核发 是不是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前后差距这么大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修法的话 由法院直接来审核发 监听的话 监听侦查书的话 那么我们很多 不要说违法 不当的监听数量 这么庞大 显然前后差距了65%左右 就表示在过去 当通讯监查法 没有修法之前 没有由法官核发之前 有很多不当的 不应该的 或者是违法的监听 这个数量 这个数字报告 其实已经反映出来了 副局长 是不是 所以本系在这里要特别提到 既然是如此 本系要请国安局再做一件事情 大家都还有疑虑 过去还有哪些监听的 违法监听的 不是把资料烧掉就可以了 本系决定在这个会期 跟我们周首去招委 要准备到国安局 到所有各单位 去参观了解 实际上所有的监听单位的作业跟计划 任何单位不得把过去八年 监听的资料 销毁或遗失 如果有的话 全部移送法办 同时更重要的是 本系认为 过去八年 这么庞大的监听 在去年马总统上任之后 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五 这个数字实在 这个情况 有太多太多的疑虑 是不是有很多的监听 不是自己在监听 帮我们的主权国 帮美国或AIT在做监听 可能是 我也不知道 我们实际上去了解一下 那么最后 本系在这里 还是要再跟 林副长您先请回 报委员 我可不可以再讲一句话 请 因为刚才委员讲说是 在法官同意之前 都是非法监听 这我想他们原来是 经过合法的程序 经过检察官的同意 我想再接受一个声明 我同意 我同意应该会有 但是一定有很多不当之处 或很多不应该的 否则不会在这期间 数字差距这么大 难道在去年520前后 治安立刻完全转好 安全情势完全转好 完全不需要监听了 这个数字可以显现出来 他会说话的 那么最后 还是要请蔡局长 就是监听 我们目前的监听单位 实在太多了 每个单位各有业务跟主管 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监察单位 未来我想我们还要做一个计划修法 或者是请国安局再来研究 我们监听这个单位 因为外界还是很多的疑虑 还有很多的疑虑 我们再来做处理 今天本席对国安局的报告 跟国安局尤其是提出监听的报告 首度提出来这个监听的报告 勇敢面对社会大众 我还是要予以肯定 同时再鼓励 蔡局长 您继续做 而且您是国家安全的决策者之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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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